郑州房产的危局是2017年后过早的正规化 以及主要领导频繁更别对原城市规划的物资 房票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很多地方都实行过 这个房票并不是要去拆新房子 而是要解决已经被拆了房子家庭的安置问题 而且也不是普通商品房拆迁的安置 是城中村集体土地拆迁改造的安置 郑州现在有大量的城中村漂泊人员 之前拆掉的大量村子并没有完成回迁 他们还在等安置房盖起来 也就是郑州市场的情况是 现在一方面大量的房子卖不出去 另一边大量的人在等政府建设安置房 这个担子本来就是政府的 现在是政府把食物房子变成了房票 自己不建 让拆迁户去买现货 降低库存 给开发商补血 激活流动性 开发商补完鞋也不至于到处浪尾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在2017年之前郑州土地市场非常特殊 与普通理解的土地财政完全不一样 郑州市政府基本不参与老城的改造开发 完全交给开发商去做 郑州虽然土地很多 但土地指标有限 必须盘活老城区的城中村 但郑州市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高标准建设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在还是农村的情况下拆得很干净 耗住了郑州大量的财力 郑州市无力同时对老城区的旧城改造动手的 但东区属于放长限调大鱼 需要十几年才能出效果 短时间内还必须靠老城区提供住宅吸纳人口 城中村改造又是不得不进行的事情 所以 郑州开启了一个城中村改造的新时代 具体模式是 城中村拆迁改造政府只指导不主导 具体的拆迁安置事情由开发商负责 开发商去跟村委会村民对接 确定改造补偿方案 由开发商先行投入资金 待完成拆迁土地整理后 政府走个招拍挂的形式把土地以极低的价格拍给主导拆迁的开发商 然后政府留一部分 另外的再返还给开发商 这种模式下 郑州市居两级政府基本上是甩手掌柜 什么都不管 开发商与村民谈 谈妥了之后来找我办手续 此时 郑州的政府更像是民政局 开发商向男的来提亲 村民向你的谈彩礼 男女谈好之后就可以去民政局登记了 按照00年代物权法的逻辑 郑州这种模式反而更符合当年制定物权法的思路 因为我记得物权法刚通过的时候我当时上本科 正好了听了梁慧星的讲座 他当时现场原话说得很清楚 以后请政府不要过多的参与土地开发 让企业与业主去谈 谈好了就干 谈不好就不干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 郑州200年到2016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城市改造的还算可以 郑州拆迁户报复就是这种模式下出现的 这个模式的好处是 一对政府而言压力大大减轻 不要掏钱只需要画个图盖个章 与业主没有直接的对抗 出了事也是开发商的事 二对开发商而言 虽然要先期投入资金 但成本上依然远远低于公开派地 土地成本可以用补偿房产的形式转嫁 也就是开发商实际上也没有出很多钱 反而能比较安稳地确定土地开发的主导权 三对村民而言 回报大大的增加 城中村村民的房产 99.99999是违建 看似收入高是因为抵商和出租房的经营 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消防检查就能让村民引以为傲的资产归零 长期来讲 他们也是需要拆迁的 政府拆迁是以公权利与你交涉 村委会在市政府面前什么话都说不上 开发商只是一个企业 郑州这些城中村相当有钱 在与本地开发商交涉的时候 开发商未必赶下黑手 真要干起来 指不定谁能干过谁 这个模式的坏处是 一 腐败的空间太大 因为指定谁是主导开发商并没有什么程序 谁能参与谁不能参与这里边就有貌腻了 在村委一级 搞定村里主要干部然后坑村民也是常态 二 村民的不确定性太高 正常是拆掉就给钱 现在是要等 等房子盖起来 村民才算完成安置 三 城市品质太差 因为容积率太高 而且村民集中安置 再好的小区最后也变成新城中村了 好处坏处都有 对于当时的郑州而言 显然好处更多优点更多 因为不这么搞的话 郑州市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造的可能性 最后往往是开发商找关系主导开发 贿赂村里的管事人尽快拆迁 完成拆迁正是拍地的时候 在通过市政府调高容积率 以及低的价格拿到地之后 一边盖楼一边卖房回笼资金 最后 以一个超高容积率的小区交付 村民的安置成本通过调高容积率 使得实际上只是一个建筑成本而已 村民每家拿到了几百上千平米的房子 解决了自己住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出租 开发商通过销售商品房部分实现了利润 政府在办公室坐着吹空调就完成了旧城改造 还顺带赚点睡钱 这种模式非常不正规 但很安稳 因为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情况 比如开发商自己其他方面资金链断了 就一定能建成 因为大家的成本都很低 对于开发商来讲 他不用去银行信托借几十亿 才能启动项目 只需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启动 关口是政府给的容积率一定要高 把村民的食物安置成本无限降低成为建筑成本 而容积率本身就是个写在纸上的数字而已 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将来全郑州都是钢筋水泥的新城中村 郑州之前被绊掉的一只梅 在2013年之后开启了超大规模拆迁和基建 如果一只梅还在 问题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因为按照一只梅的逻辑 赶紧拆赶紧建 一只梅并不是要高房价 也不是要高地价 而是把这些破破烂烂的城中村都拆掉改造成新小区 甚至于在这种模式下 房租都不会涨 因为容积率实在太高了 动不动6、7的容积率 可供出租的房子非常多 一只梅后来死在牢里 它的继任者们问题是没有那么大 但也没什么破例和思路 2016年房价暴涨之后 2017年郑州土地市场基本就正规化了 开发商需要首先借到到大量的资金来拿地 然后政府用这部分资金去安置村民 政府开始成为土地的操盘手 从二线喝茶吹空调变成了一线前台掌柜 这就造成了开发商的成本非常高 必须要有大量的现金 而不能再搞什么物物交换了 可郑州本地开发商融资能力非常一般 他们玩不赚这个模式 招拍挂去公开竞拍土地的成本太高 再加上郑州史无前例的疯狂限购 差额税加国内最高贷款利率 买房的人越来越少 开发商卖不出去房子 同时承担着高额的利息成本 最后资金链断裂 楼盘浪尾 现在发房票 实际上就是就那些资金链断掉的开发商 因为郑州市场与鹤岗还不一样 市场的基本面还是有的 正常是货币化安置 直接给钱 但直接给钱的话 他们未必会买房 买房未必在郑州 这部分资金会流失 为了保证资金不外流 把现金换成了票证 只能在郑州市内商品房市场流通 至于说用房票用于未来拆迁 很难大面积铺开 因为郑州基本不会再有大面积改造了 一直没留下的土地足够消化个七八年 东区还有大量的禁地 犯不着自寻麻烦去搞拆迁 郑州不应把土地市场过早的正规化 没这个基础 招拍挂看似公正 但很容易把自己玩死 因为对资金需求量太大了 动不动一二十亿拿一块地 光是利息成本就能耗死中小开发商 而雪上加霜的是 过早正规化之后又出现了领导的频繁更迭 打破了郑州维持近二十年的发展末期 郑州现有的格局是许家印确定的 叫一张蓝图会到底 基本逻辑是放弃郑州老城区 集中精力开发新城区 这是之前几届领导的共识 因为郑州市区太难搞 底子太差 在八十年代还是按照中等城市规划的 省委附近全是双向两车道的洋场小道 人少不行生活很美 但对于一个已经成长为过千万人口的城市而言 早就突破承载极限了 前面我们讲过老城区改造都是由开发商负责的 品质很差 而郑州新区所有土地都是政府主导改造的 之前郑州真正想做的是 老城区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点 乱一点 挤一点 脏一点没问题 老城区提供便宜的住房 电力的生活 但空间极其拥挤 适合新迁移的人口和年轻人暂时居住 待新区建好后 大量的人员要从老城区搬到新城区来 在郑东新区被称之为鬼城的情况下 郑州普通居民没几个人愿意去东区买房生活 所以 省籍政府带头 在一片荒地的情况下 省职机关首先搬迁 几个省厅单位00年代就搬去了金水东路 省政府在2012年完成搬迁 省里掌握的事业单位大规模 迁往东区 比如龙子湖大学城 在普通局面不愿意去的情况下 政府带头去 政府去了 学校就有了 医院也有了 各类基建也全都有了 然后 只剩下商业 郑州又做了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即几乎把所有的高档写字楼都建到东区 也就是你如果是企业老板 要找一个像样的办公场所 除了郑东新区的商务区外 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这样一来 到2016年郑东新区第一批建设的CBD和第二批建设的高铁站 完全成熟 然后 重点来了 这个时候一直没被查 短暂过渡之后花坛书记来了 徐书记似乎一直没领会郑州发展的精髓 居然回过头 去要搞老城区 整了个东墙北进西美的什么玩意 老城区要是有的救 还会等到你2019年才来救吗 结果就是当郑州把重新放回老城区之后 折腾了两三年 其实什么也没搞成 你在金水路上修花坛 在高价路上装花篮 一点用都没有 学来了之后 郑州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发展进程为终止了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郑州无法向本市居民提供低价优质的房产 本来应该是老城区脏乱差房价还不低 把多出来的人挤出去 让老城区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外溢的人口主要进入郑东新区经开区 小部分进入高新区和二期新城 中原新城 郑东新区建城区房价又太高 需要再次外移到东区的新区 外溢人口以老城区差不多的房价购买 新城区的新建区房子 居住环境要更好 关口则是配套要齐全 需要你政府像00年代那样大量的投入 社会服务到新建区域 然后再次引导商业和商务转移到新城区 这样一来 以郊外的高房价对冲城内的高房价 然后把郊外建设成为成熟的城区 即使是在房价暴涨之后 一个来郑州的年轻人可以花9000块一瓶买到一套高层 90瓶首次置业总花费81万 30%首付即24.3万 月供2800元 这个压力还是可以上车的 但关键是政府需要在他孩子上幼儿园 之前把幼儿园、学校、医院、商场建好 在他工作一段时间想择业的时候 身边应当有成熟的商务区 这样一来 他是可以接受在荒郊野外买房的 但如果什么社会服务都没有 鬼才会住在这 当郑州停止了向外扩张之后 这就导致了郑州市内的潜在购房者 买不起东区的好房子 能买得起的都是老城区的老破小 这种房子的吸引力接近于零 而当购房需求完全回流老城区之后 老城区的老破小价格也涨了上来 干脆两个都买不起了 因此 他们宁愿持币观望 买9000的房子咬咬牙还可以 买19000的房子还是算了吧 今晚多家的鸡腿多好 郑州停止扩张 郊区低价房配套无法满足居住需求 购买需求回流市区再次推高房价 房价太高 大量潜在购房者放弃购房 新房成交减少 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房票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开发商的资金问题 但只能撬动安置房这个群体 对于大量来挣的普通人没什么意义 而且可能会把市区房价推得更高 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一定包括房子的 现在大家讨厌房地产 是因为房价太高 讨厌的是高房价的房子 不是讨厌房子本身 我是没见过有什么人不喜欢180平的42厅 就喜欢窝居30平出租屋 90万的180平大房子 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150万的180平大平层 也是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 但300万的180平大平层 是人民群众讨厌的 房票只是指标 不治本 治本在于降房价 只有老百姓能买到自己住的书心 而又不至于压力 极其大的房子 老百姓才会满意 别看现在都是冷嘲热讽 但凡你能拿出来6000亿平的房子 我保证售楼部会被挤爆 郑州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 对居住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现在的格局金融系统动不了 土地系统动不了 工资体系动不了 你不能随便发贷款降息 也不能随便发宅基地 更不能随意涨工资 唯一能解决的办法 就是让郊区低房价 对冲老区高房价 在不动摇老城区房价的基础上 封死老城区的房产交易 有价无事 套老炒房者 也促使自主业主不敢 不愿出手房产 房价还是那么高 但你就是很难卖出去 也不是完全卖不出去 需要挂一年两年才能出手 然后 在郊区土地成本极低的地方 迅速建起大量住房 要健全所有社会服务配套 让购房者从两万元左右的选择区间 下降到八千左右的选择区间 已经涨上去的房价不降 个别新区域房价下降 总之 要让年轻人买到便宜的房子 享受到同样档次的社会服务 也就是 你让韭菜过得很舒服 韭菜才愿意配合你 95后的人数并不少 这些人 也不是手里一点钱都没有 他们主要是上来 就面对两万的房子 怎么攒钱都没用 没任何意义 还不如吃了 喝了 玩了 享受一下 但如果你能给他们 提供几千块 又有同等待遇的房子 还是能激起他们 攒钱买房的欲望的 毕竟租房子 也不是很舒服 所有的核心 都是降房价 在不崩盘的情况 下降房价 房价降了 有人买房子 开发商的资金链 也能补上 不需要政府下场 房价不降 再多的金融手段 政策手段 也没用 并且不需要